嗨 大家晚安 今天晚上的话只有我会跟大家聊 因为阿峰临时有事 所以等一下就会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期一些AI相关的内容 大家好 OK 我们再等一下下 看好没有人进来 OK 那我们就开始 那我再就是说一下 我是Kevin 然后今天阿峰就是临时有事 所以我就一个人负责就是跟大家分享 OK 所以可能一个人比较干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 我自己想聊可能会跟像最近Adobe Mass 然后他们推出了Adobe的年会 然后他们这次分享了很多跟AI相关的内容 而且是真的是超多 所以就是会有蛮多有趣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后后面也会分享一些我觉得 像ChairGPT的一些新的功能更新 好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Adobe Mass的年会 那他们主要有 我主要看了两大概两场 然后一场是他们主要就是算开幕的简报 然后他们大概分享了他们新推出的一些工具 还有一些他们的一些计划等等的 那第二场是一场叫Snake 那Snake这一场比较特别 他就专注在介绍一些功能 就是他们未来即将推出的一些功能 然后跟刚前面说的那一场不一样 就是这些还没有完全就是可能大家还没办法体验到 但是他们有透过一些影片案例操作给大家看 那这些功能也都蛮有趣的 那我等一下就会把这两场的一些 就是精华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首先是已经正式推出了 就是Adobe E-Data Trader 它已经不是Beta版 就正式版已经有了 但它虽然是功能上面是写Beta 那它推出的功能就是向量的AI图片生成 就我们可以在E-Data Trader里面 直接输入文字 然后去生成AI的图像 那它比较特别就是它分的比较细 那它像是它有分主体啊场景 图示跟图样 四个不同的生成的东西 那你可能主体的话就是拿来生成像是人物 然后图样这类的话 就是可能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像是花布 或文理这种AI的 它可以生成出这样的图像 那在生成部分的话 它其实一推出就是可以支援中文的生成 而且它可以参考风格 就你可以丢进去一些风格的图片 然后请它参考这个图片再去生成 所以你可以比如说你有一个你自己画的风格的图 那你可以让它依照这个风格去生成类似的图片 那第二个功能是它可以辨识图片上的字体 就我们可能有一些图片 然后可能字录之后 你想要知道它的字体是什么 它可以直接在软体里面辨识 然后甚至可以直接帮你导入 那主要这些字体主要就是Adobe Phone 有的话它就可以直接支援 然后让你可以直接编辑 那目前实测的话就是中文都没有办法 就是还是以英文为主 但是就是蛮 如果你是英文的设计的话 其实就会蛮方便的 因为它连尺寸颜色 然后一些就是你上面可能用的一些造型啊什么的 它都会保留 然后再来就是 他们说之后会推出就是文字提示词 可以生成插图的配色 他们的示范案例就是说 可能我有一个插图 然后我希望给它一个配色 然后你可能用英文输入就是说 我希望是一个开朗的活泼的颜色 那它会透过你的文字去判断说 什么样的颜色是开朗活泼的 就这东西其实就很像是 业主会跟我们讲说 我需要一个活泼一点的颜色 那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用跟AI讲说 我要活泼一点的颜色 然后它可以给我们一个 这样子的配色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蛮有趣的 然后再来是 Adobe它有一个 Express就是类似Canva的一个工具 那 你知道他们这次推出AI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可以一键生成海报 那它的一键生成是包含文案 就是说你可能想要办一个 比如说我是Cabin 然后我想要办一个Cabin的Birstay Party 就生日派对 那你在输入这个时候 它除了会帮你找 搭配出适合生日派对风格的海报设计之外 它会把你提到这个关键字 Cabin Birthday或Cabin Party 这类关键字直接放到海报上 就是连文案都会帮你 然后一些小的文案会帮你一起去发想 那当然这些图啊文案 通通都还可以在后续去调整跟更换 但是变成是说 我们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变得很快 只要输入文字 你就可以马上生成出一张海报 对 就等一下也可以 都会贴连结给大家 大家可以再去 就是看他们的就是demo OK 然后再来我觉得比较 后面这些就 我觉得更惊艳的几个 但是就是还没有实际推出的 那是他们Snake的 就是 那个影片就是 去提到的 那其中一个就是 它可以透过AI功能 把背景的人物去掉 那过去 大家会想说背景人物去掉 图片很简单嘛 但是它这次测试的是影片 就是画面中可能是影片在动 然后后面有很多的就是人物 那我希望把人物 这些人物去掉 然后它可以像去图片一样 然后圈旋起来就可以一键去除 然后或者是说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 它可以自动帮你侦测 画面中 它觉得就是不是主体的人物 就背景的那些人 它可以一键按下去 它就去掉了 然后在实测 他们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实测 有一个 画面中有一个穿西装的男士 然后但是他没有打领带 所以他们就用 AI的方式 帮他加了一条领带 然后这个东西是影片 然后你就会看到 那个男生就是在影片中 他原本是没有领带的 然后他就穿上那个领带 那领带是跟着他 影片的动作就是 去移动的 对 就是这东西就是还蛮有趣的 然后再来 还有比较特别 就是像他们有场景的 就是 算是结合吧 就是他可以把两个不同场景 然后可以去 让他透过AI的方式去结合 因为你两个场景 可能人物在某个场景拍 然后背景在某个场景拍 但是你可能还要花很多时间 合成之后 你还要去修一些光影 但他现在可以直接把它合成起来 然后帮你去调整好 适合的光影变化 那这东西其实 对后置来讲也会是很方便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东西是 可能平面设计师可能会比较有用 他还是AI生成的 或是大家可能对文字生成 这块比较有兴趣 他们专门推出文字生成的工具 你可以透过输入文字 然后让他去生成你想要的造型的字体 比如说起始的文字 或者是说你可能用 画了一个 比如说可能是流体状的文字 那你可以把那个图片放到软体中 然后他会去辨识 然后帮你把你的文字变成字体 这对字体设计来讲应该会是很方便跟快速 就是可以加快我们设计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工具 然后再来他 他们还有推出一个就是 3D模型 我觉得类似很像是Control Need的 就是Stabil Diffusion的Control Need的东西 就是他可以 他用了很多3D模型 那你可以用3D模型 比如说他有人物 然后比如说他有家具 那你可以去摆 调整那些3D模型的动作 然后家具的位置 然后让他做一个定位 然后你再用这个东西去加文字 那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很方便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生成指定动作 那就会非常便利 然后在他们3D部分 其实Adobe也推出了自己的一个3D 要推出自己一个3D工具 他们叫Neo 那Neo的工具他 我觉得他就是类似 他把3D工具做得像Figma一样 那然后他的3D是可以直接输出图片 然后到像Ella Trader里面变成SBG档 然后输出的就不是3D档 他就是长得像3D 但是他是平面图档 然后可以在Ella Trader里面直接编辑 那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AI 就是他可以把它3D 然后快速变成像亮图 这个东西也是蛮有趣的 然后还有一个项目 这个就是跟Google他们之前 YouTube他们要推出的有点类似 就是他希望把大家 比如说你讲我们讲中文 然后可以快速的把它变成不同的语言 但是可能还是维持你的音调语气 然后让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不同的观众 那他里面其实就有测试 就是说把英文变成西班牙文 然后甚至他们把一些经典的 就是电影的片段 然后把它同时变成多个不同的语言 那实际效果听起来是还不错的 就是演员的那种语气啊 然后音调等等都要维持 但是他讲的语言就已经变换了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未来 如果真的就是变成熟的话 也许我们可能听 就是比如说看Netflix 然后可能你甚至是可以选择说 我要他用他原本的口气 然后讲中文 然后讲日文 就是这东西就会变很有趣 好然后再来是图片的 就是AI功能 编辑的功能 就是这块我觉得他们就是 就更进阶 不好意思我喝个水 可能我们有一张图片 那图片上面可能有两个人 那他们过去可能比如说 我们希望把人做移动 那我可能圈选之后移动 但是可能背景还要重新去修复 之类的 那他这边做到就是说 我可以直接选择主体 那主体选择之后 我可以随意在画面上拖拉 那背景其实是完整的 然后他甚至有测试一个是 比如说你是好几个人头叠在一起 那你移动前面的人头 照理说后面的人头 他可能有半边的脸 就是会是缺失的 但是他因为透过AI的方式 你移动前面的人 后面的人的半张脸 他自动是会补齐的 就补齐全的 那这东西其实 也会变得很方便 他都把它变成是 可以用很简单的拖拉 或者是一件事的方式 去让大家做到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 对于 可能过去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去做这样的修图 就会变得方便很多 好 好 然后就是我可以把影片也贴在 贴在聊天室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人 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两部都贴过去 我可以把影片也贴在聊天室 我可以把影片也贴在聊天室 好 然後大家有興趣就是可以看 就是一部大概 第一部大概兩個小時 然後另外一部大概就是 一個 一個多小時 好那 這就是Adobe的部分 然後我覺得他們這次也是 可以看到他們 因為過去其實就是我也是用Adobe很久 那可以看到他們其實 沒有感覺到太明顯的就是大的變化 就是一些更新 但是最近AI出來之後 他們的更新其實就是蠻明顯的 也看出他們其實可能就是規劃了很久 然後在很多地方其實就有很多大的一些更新跟改動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剛提到的東西 其實很多可能一些小公司或者是一些 可能新創公司他們可能也有在做 但因為Adobe其實它的優勢就在於說 它本身就 很多設計師就用它的各種工具 那如果他把AI直接導入進去之後 不用讓設計師可能還需要另外的可能第一 可能不需要另外再付太多就是費用 因為他可能從他這邊就算加價好了 可能也沒有直接在外面可能另外付來得高 然後或者是很多功能他可能就包在會員裡面 那對我們來講可能也很方便 然後再來他很多功能就是如果可能原生在這邊 我就不用切換不同的軟體來去操作 其實也會方便很多 那我覺得這應該會是他最大的優勢 然後另外像大家可能在社群上剛剛討論到 像是Figma可以直接伸出把圖片 然後生成出程式碼 那這一塊其實 因為Figma其實現在也算是Adobe的 所以連網頁設計這一塊其實也會變成更方便 因為像剛剛那個工具它其實 因為Figma其實以前就有一些工具 它可以直接把我們畫好的 就是應該說設計好的圖變成網頁 那這次的主要是變成程式碼 所以其實應該說可能TA不太一樣 原本TA可能像是我像我這種設計師 我想要自己架網站 但可能我不會寫code 那我要的 但我自己可能會設計畫面 那我要的就是一鍵變成網頁 然後我根本不用碰到code 那現在這個就是它可能可以生成出一些code 但是這個還需要看大家討論到底怎麼樣 因為有看到有些人說 它生成code好像沒有那麼好維護 因為其實有時候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可以生成code是一回事 但是方不方便維護 然後或者是說 那像它這種就是 它可能適合那種就是 完全是新創 可能它這網頁是重新 完全從零開始建的人 因為如果你可能已經有個網頁了 那它要如何去融入你可能現有的 就是可能不同的寫code習慣 然後管理習慣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個挑戰 好 那第二個就是要分享的是 CheckGPT的新功能 不知道大家可能有沒有開始玩了 因為我好像算是比較早就有 凱瞳就是圖片辨識跟語音功能 然後語音功能的話主要是手機 那我那時候用的時候我覺得蠻有趣 它就是可以像是對話一樣 而且它是可以持續的 就是我按下去之後就跟它開始對話 那講完一段之後它就會開始回應 那回應完之後它會問我說 我還有沒有什麼要跟它繼續討論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當然它就會結束 那如果有的話 我還可以繼續去對話 但缺點的話 優點的話當然就是說 我可以就是可能邊做其他事情 然後可能想到就像跟它聊天一樣 就是把我想到的東西可能丟給它 然後它可以給我一些回饋 那缺點當然就是我覺得反應稍微慢一點 但好處是我們所有的討論都會 它還是會有文字記錄 就不會是因為你選了語音功能之後 它就沒有文字記錄了 而是說你語音講完 你所有的文字記錄其實都還會保留 那我覺得這點非常方便 就是我們討論完很多東西之後 那我還可以回頭去看文字記錄 或者是可以把複製我們討論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是圖片辨識功能 那圖片辨識這件事情 大家會想說可能跟之前出的 就是interpreted 就是比較早期那個數據分析的那個功能 就是差在哪裡 那時候可以上傳檔案 你可以上傳一些圖片嘛 甚至有嘗試讓它做設計等等的 但那個時候它 我覺得它對於圖片的理解 還沒有到那麼強 因為它好像是用一些現成的就是一些功能 就是它可能那時候我有請它說 你可以幫我就是看這張圖片 然後給我一些設計的建議啊 或調整的建議 它其實給不出什麼建議 它不太能讀懂我一些圖片複雜的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 那時候想說 想說到底哪一天可能可以 就是它可以幫我們 就是給我們一些設計的建議之類的 沒想到就是很快 因為我這次就是有測試 那這次的圖片辨識功能 真的很強 它可以知道你圖片上面有什麼 甚至可以猜出來是什麼 那 然後我請它可能用設計師的角度 然後幫我看這張圖片 然後給我一些建議 然後我實際看了之後 它給的建議 但我覺得不 絕對不可能全部可以採用 但有些可能 有些建議就是 你可能還是要稍微就是判斷一下 但是可以看到中間有一些建議是 它真的有讀懂你這張圖 然後它也可以判斷出 比如說 我給它一張圖背景有水波紋 然後它上面是有放文字的 然後它就會告訴我說 在那個水波紋上面放文字 文字可能會不是那麼清楚 可能比如說可以加個陰影 或者是文字後面可能電 就是要注意就可以電一些東西 可能放底圖或什麼 可以讓文字更清楚 就它可以讀懂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會 我覺得是蠻驚艷的 就因為這件事情變成是說 未來也許它真的可能可以提供一些 比如說設計初學者 那它可能類似有家教的功能 就是我做了一張圖之後丟給它 然後它可能給我一些很基礎的建議 比如說我的文字 風格不同意 它會給我建議說 希望可能可以用統一的風格會比較好 或者是說它會給我 它可以給我色彩上的建議 因為之前我測試過 它可以直接給色 所以其實或者是說 告訴你什麼顏色跟什麼顏色搭配 可能可以更適合 或是說你可以嘗試用什麼顏色 然後或者是說照片中的圖片 可以加上一些圓角等等的 它可以直接去給我們一些 更實質的建議 讓我們知道說 就是圖片可能可以怎麼改 那我覺得這對於初學者來講 應該是會有一些些幫助的 尤其是如果它搭配 因為有時候可能它的網路上 它可以學到說排版的基礎知識 怎麼排的叫好 但是它就是沒辦法把 因為我遇到很多學員 它就是沒辦法把這些知識 直接拿來自己檢查 自己的圖片去調整 通常都要有人去實際告訴它說 你這邊要怎麼調會比較好 但通常來講 這種成本其實都會很高 就是很少 就是老師的成本會很高 然後學生的成本其實也會很高 因為他們如果想要請老師做這件事情 就是很花時間也很花成本 對 所以如果AI能做這件事情的話 它可能可以解決很多初學者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這次新功能 我覺得給我的一些 蠻有趣的一些幫助 對 好 然後再來是 Bin的圖片升級 就因為看到很多人開始在玩了 就是 因為Bin它剛好就是有給一些 免費的額度 然後可以讓大家生成 而且就算你可能額度沒了 它還是可以生成 但是可能就是 速度比較慢 而且相較於過去來講 它這次的品質的提升 真的好很多 然後 對於一些可能 圖片的內容 其實蠻精準的 就是 有想說它跟Midjani 可能差在哪裡 那 自己實測 然後跟別人的一些分享 會發現它 Midjani的話 可能它在圖片生成上 它會 更有創意 就是你可能用文字描述了 某一個東西 某一段 想生成的內容 那它除了可能這些內容之外 它會生成 它會自己再幫你去想 可能你的畫面上 可能還要能有哪些內容 對 那 我自己用Bing 我是覺得 它的圖片的精準度更高 就是它可以真的 更聽得懂 我要的是什麼 比如說我實測 就是一個 比較特別 就是大家可能有看過一個 就動漫場會出現 可能高中女生 咬吐司的 就是圖片 然後那個時候我想說 中秋節到了 它到底能不能咬月餅 那我在 Midjani上生成 然後就是 永遠都沒辦法咬 就是它都是拿在手上 或是月餅會飛在其他地方 那同樣的 一模一樣的 就是文字 放到Bing上 它就是有成功了 但是一開始它有幾次 它會就是所有敏感詞 就是Bing好像抓敏感詞 抓得更嚴格 就是很容易 有一些些可能 可能跟女生相關的關鍵字 或什麼的 就很容易有敏感詞 就是它可能 當然我自己有測試過 有時候是同樣一組詞 不行 然後但是按第二次 它突然又可以 對 但就是 就是可能大家透過一些 可能詞彙的就是調整 然後 讓它覺得說 因為有的東西 我們真的不覺得它很敏感 但是它可能會 偵測到某些關鍵字 它就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可能 有一些比較不好 可能會生成一些比較不好的圖 然後它就會禁止 對 然後再來這次的創建 比較特別就是有看到 但是可能應該也是 因為比較沒看到 就是你比較不能再創建一些 政治人物或公眾人物 或者是仇恨 相關的一些內容 對 因為之前的一些AI 常常被拿來 創建一些 可能像 常看到川普啊 然後 這樣子的政治人物 然後 可能怕這樣子會影響 有人可能做假新聞之類的 因為現在AI越來越強 對 所以這類比較少 但是 其實很有趣的發現說 對 它 避免了公眾人物 就是可能 然後仇恨不安全的內容 這些假新聞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在就是IP這一塊 就是 嗯 不確定它到底是怎麼設定的 就是 你可以很精準的生成各種 呃 電影角色 或者是動漫人物 就是 你可以就是 不是說長得很像而已 就幾乎可以說 就是一模一樣 對 因為其實像之前 可能Midranny生成 可能 然後皮卡丘好了 那會發現其實 可能 還是 沒有那麼說 就是跟原本的那麼像 或者是說 可能 沒辦法生成那麼好看 但是它 這次不管大家生成各種風格 有的人生成水墨風格 的IP角色 或者是 呃 3D風格的 通通都生成的超級無敵像 然後所以就變成是說 呃 在這件事情上就變成說 欸 他們 他們特別避免了說 哦 可能對公眾人物啊或什麼 但是他們好像刻意 沒有避免掉 就是IP這一塊 或者是動漫角色這一塊 當然有想到就是說 呃 第一當然就不確定 他們是不是有跟 我觉得比較難啊 可能 不太可能說 都跟這些公司有談好 然後當然就覺得 我自己覺得 自己自己 自己覺得啦 就是 呃 可能 也許可能 他保留這樣子的話 在網路上的 討論度 或者是傳播度 可能會更好一點 因為其實就是我們會看到 就是很多在傳播的 但除了美女圖什麼之外 很多 更多就是可能各種動漫人物的 二 AI二創 就是 這塊會更吸引大家的 注意力 然後是更多人會有興趣去玩的 對 所以也許這可能是他們沒有特別去把他 就是把這些關鍵字去 呃 屏蔽掉的原因 對 那 對 主要今天分享的 呃 大概半小時 還蠻準 然後主要今天分享的就是 這呃 Adobe Maps的一些更新 然後還有像 Track GPT新功能 然後他的一些應用 然後 跟他可能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的 分享 然後以及最後Bean的一些內容的深層 對 好 那 就是 我這邊分享完 然後想 看看有沒有人要那個 就是 上來一起 聊聊 就是可能對剛剛討論的東西 有一些想法的 哦 有看到 Shawn 嗨 嗨嗨嗨 嗨嗨 不會不會不會 哈哈 不會不會不會 等一下 啊 嗨嗨 沒問題 沒關係 沒關係 對對對 對對對 嗯 哦 好像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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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覺得 我覺得嘴沒對到很很好像蠻正常的 因為畢竟就真的就是可能講的詞都長度都不太一樣或什麼的就這這這件事情好像很難對到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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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對 Eleven Lab我我自己有事我是拿我自己的YouTube影片然後去變成英文然後我覺得語氣是很像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在我測試一支大概四分鐘的短片然後遇到一個小小朋友然後就變成英文然後我覺得語氣是很像 Bug就是中間會突然好像有兩段吧突然出現 呃 其就是 一句話可能女生的AI的聲音突然出現然後講一句要消失 嗯 嗯 哦 哦 對這這真的就比較比較麻煩 對因為像我只有一個人一個人在講我覺得他可能抓到了一些或者是我可能那個時候剛好講講到某一個語 句子或什麼音調可能就變了然後他可能就突然就覺得這是不同人然後就 嗯 對對對 不然我覺得效果效果蠻不錯的啦 對就是 對 因為我之前有用Eleven Lab然後來做就是把我自己的聲音訓練然後去講但是會發現他 嗯 可能有時候句子太長或者是說好像有些詞他就會突然變機械音 然後或者是有些詞他就超準 就是 就是比較不穩定啊 嗯 嗯 哦 對 對對對 因為我自己有用他們自己的英文的模型就是他們自己英文的聲音然後用請他講中文 欸發現可能就是英文的口就是有點外國人的口音但是不會有那種就是突然就是 欸就是好像突然變個聲然後或者是呃或是跑聲音跑掉的那種狀況 就是他至少都還是維持在那個語氣 對穩定度就是會高很多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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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 包裝設計嗎還是 還是 好啊好啊好 哦 哦 包裝 因為其實 因為以前的 嗯 2D變3D 所以就是我畫平面圖 然後他可能可以把它變成 嗯 嗯 哦 我看 我又看到了 哦 因為這個我在猜我在猜 我在猜 這個可能 因為其實這個 呃 Adobe他們之前有一個類似的 但是沒有做得很好用 呵呵 就第一他的模型很少 然後 操作起來好像也沒有很順 然後其實就是大家知道這東西 但是 好像實際用的人很少 但我覺得如果 接下來啦 我想他們現在這些AI什麼弄得很好 他們可能接下來就會變得就是 呃 可能就會變得 比較好用 對 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最近就是 因為我剛剛講到嘛 他們推出了一個3D 因為我看到3D就散 哦 他們也要自己做3D工具了 因為他們之前其實都沒有碰 自己的3D工具 對 然後現在要補齊 補齊這一塊了 對 然後像 然後像 嗯 嗯 沒關係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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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這3D我覺得也是AI的一個 就是 很明顯的 因為學3D的成本真的很高 不管是 設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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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就 好就算或者是有的人 可能他自己要建 建模好了 那也很花時間跟技術 就學習 你要先學會 然後什麼的 對 成本很高 因為最近我有看到一個 他是有 呃 他有推出的兩個 就是一個是生 3D的材質 就是你 你給他一個3D模型 樹的模型 然後 然後你給他 你告訴他你想要什麼材質 然後他就會幫你 用上去 然後會直接給你 呃 切好的土 就是因為那個 3D 3D的那個圖 要另外貼吧 就是 你要另外貼那個圖 對 然後他會給你那個 可以貼的圖 就讓你可以自己用在自己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 直接下載下來 然後你到你的3D軟體裡面 把那個 材質貼上去 對 我覺得這 這東西其實 也滿 然後他還有一個是 直接輸入文字 生成3D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 那個時候我看那個工具還沒出來 他是 也是2D 你給他一個可能 玩偶的圖片2D 然後他會 轉成3D 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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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看一下 我貼一下 我看到的那一款 他好像叫Mesh AI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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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在 我也是看到別人分享 在Twitter上面分享 嗯 我現在真的是 就是 一段時間就有很多新的工具出來 對啊 對啊 就是 真的是學 學不來 對 對對對 就可能挑 只能挑適合自己的 適合自己的來用 感謝感謝 好 欸還有什麼想分享的嗎 好啊好啊 還 那還有其他的你想分享的嗎 好喔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到 這邊 然後我再 分享一下問卷 就是 之後可能會 呃 想要出現 就是算線上的 就是AI的那個 就是我們之前 有分享過的 呃 問卷 那我們這問卷的話 就會變成是說 大家可以填寫 然後 然後 看一下線上 大家知道填寫 然後我們希望多徵集大家的意見 看大家想要了解哪一塊 那第一當然就是我跟阿楓這邊可能會 針對一些內容可能我們知道的 然後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也許有一些內容 大家可能很有興趣 那有更專業的人 也許我們可以找來跟大家 分享 那因為就是會有線上 主要也是希望說 可能很多人 呃也許在外縣市 或者是說 呃可能時間上都比較難 去參加到實體活動 那也可以讓大家可以一起來參與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 就到這邊 很感謝大家的參加 那這個活動呢 也會盡快把它就是剪輯 然後上傳Podcast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可能 有一些前面沒聽到的 那我們都可以在 就是在Podcast 跟YouTube上面再去 呃補聽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大家晚安 感謝大家 大家週末愉快 晚安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節目有價值 請你幫忙推薦給你的朋友 一起分享 一起成長 如果你有任何建議或想法 非常歡迎你跟我們分享 可以透過Podcast平台下的留言 告訴我們 再次感謝你們的支持與陪伴 讓我們一起 對 對 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